上上去是没指纹的 然后他就以为排线没扣好 然后再拆一次再装一次 就直接不开机了 所以说 劝你们自己换电池可以 但是不要去给别人换电池 不然的话这样真的出问题就会很麻烦 而且还很尴尬 注意哦 细节来了 看我怎么分离的 你们不要用暴力去分离它 因为你可能稍微抬高了一点点 排线那个指纹排线就可以扯断了 背光排 所以说我还是劝你们尽量能花钱的 不要自己动手 因为你自己动手肯定不行的 而且这个机器排线现在断了 而且你看这个壳 这个壳呢 已经被他撬电池的时候撬的 整个壳下面都花掉了 幸好振动没撬坏 主板现在上电了 它是直接短路的 就是主供电短路的 但是现在把主板拆出来 测它主板上的电池的主供电的 公共公共点 这两个公共点呢 它是没有短路的 显示没有短路了 一上电就短路 这种一般都是没有把电池取下来 直接装屏 直接扣屏导致灯控烧掉了 然后本来是把这个已经拍出来的 但是拍到最后显微镜突然抽风了 视频就没了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它本来这个电感啊 这个是一个保护电感 已经被烧的已经融化了 就你用叶子戳一戳 它就变成混沫状的了 然后主板也被烧穿了 还有旁边的电容啊 什么电阻啊 都都去去黑去黑的 都是被烧的熏黑掉了 然后现在我要把这个这个电容拆下来 然后把它飞线过来 让它断热的地方接起来 那个电容就不要了 那个那个保护电感就不要了 直接直连过来 在点位图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熔断的这一颗 融化的这一颗是FL390要 这个保护电感的一端是通胎 它用灯控的A1角 灯控的输出角 阳极的输出角 它经过那个二极管整流以后呢 它会经过六个六个滤波生压电容 然后再出来到那个显示座上 转过来以后呢 它会到那个显示座上 说现在这一颗已经被烧穿掉了 那我就不要它了 就直接把这个电容调下来 因为它有六颗嘛 我调下来一颗 它是不影响它的功能的 然后它刚好边上就有个就有一个测试点 然后我就直接把这条线拉到这个测试点上 这个时候呢 主板已经不短路了 它短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保护电感被融化了 然后板板都烧出了一个坑 它肯定会短路啊 然后也不是主供电短路 是板层里面短路 然后现在飞这条线呢 是为了让它的背光的工作条件正常 现在板层短路的问题也解决了 背光这条断线的问题也解决了 然后已经测过那个显示座的这边的阻值也是正常的了 现在就是打点绿油 让它绝缘和绝缘和固化一下 等一下开机看一下 还没有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 因为它这个屏幕 不知道还能不能显 如果能显的话 就是背光排换一条就好了 就会有指纹了 然后前面的那些东西都已经解决好了 现在开机测试一下 试一下它的屏幕 然后现在上电也不短路 然后开机电流也是正常的 但是它苹果亮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这个苹果的颜色 就是说就发现这个主板还是有断线的 但是我刚才测组织的时候是没发现的 应该还有隐性断线 会导致这个 你们要仔细看的话 它这个苹果的右边是比较亮的 左边是比较暗的 这个呢是阴阳屏 还有隐性断线 然后刚才没发现 然后我等一下再去再去仔细的看一下 然后后面我就没有阴阳屏怎么修的 我就没拍了 因为它这个手机呢是没指纹的 因为它那个指纹拍线断了 我就用了我的侧击屏 然后装了一个别的指纹上去 让它让它进系统 给你们看一下阴阳屏 因为我是修手机的经常看 所以说一眼就看到了 可能你们还在很懵的状态 我来B站也发了不少视频了 然后也看了不少其他修手机啊 修电脑的up主 我发现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些up主真的都很菜 非常的菜 真正厉害的人都在弹幕里 还有在评论里 这些人都是大神 真正的大神 他不是出来当up主 而是隐藏在弹幕和隐藏在评论区的 有的时候真的只自愧不如啊 但是我还是厚颜无耻的 在这里希望大家能给我没点关注的人 给我点点关注 点过关注的人给我点点赞 或者你们不给我点点关注也行 你们帮我点点赞吧 就拜托大家了 距离过年还有79天 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请不吝点赞